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联合声明是9月29号签署的 但是它是25号抵达的当时做专机 来了周恩来到机场迎接 然后整个这个破冰之旅就开始了 好像你看见了是 我在电视上看见了 所以副主任来了 我们这个真是声为大振 很快苍老师也会出现今天的节目里 副主任 小天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不是我的口味的问题 就是苍景空的这种身材 不是我喜欢的这个类型 但是呢 苍景空是谁啊 待会儿 马上就给你们看到 苍景老师都不知道 苍景 你们在游行的时候都在说什么呢 钓鱼岛是中国的 苍景空是世界的 是吗 你苍景空 你说你还编译主任的 这还是搞新闻的 对 别假装纯洁 那个我是说 他的身材 我得跟你解释 不是我喜欢的 但是你知道我们节目有一位主编 是吧 正在年轻气盛的年龄 他叫宋欣 他是苍老师的粉丝 所以他今天就极力要求 说能不能 苍景空最近 以一个日本女子 竟然为了中日关系 而哽咽流泪 是吗 我以为他为了中日关系 而现身了 现身给谁呢 广大中国爱国青年 他是要说来来 在他身上报仇吗 我以为是让我来谈那个田中角融的 我来 然后 你来错地方了 这不是新闻今日 不 今天的话题叫 从田中角融 到苍景空 你不是不知道苍景空是谁吗 你也不需要知道他是谁 你只需要知道 他现在是一个对中国非常友好的 日本女性 而且中国很多男人 对吧 除了我之外 也都是非常喜爱他 其实日本派什么特使来 还不如就派他来算了 派一队 什么外交部市长 没一页 苍景老师来了 我跟你讲 这玩意儿 这个钱的魅力 你还真是不可挡 我就说句题外话 这个苍景空你不知道 波多野节一 你就更不知道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五蓝圣 五蓝圣是哪个庙里的 五蓝圣是谁 我只知道五蓝圣 就是特别敬业 他就是用你的话说 是那个什么 以身殉职了 最后就牺牲掉了 但他死的时候 那些人就在旁边 都欢送他 你知道吗 就也是 他是什么职业的 一样的职业 AV AV 叫野蓝圣 五蓝圣 五蓝圣 你知道一个就出奇 对 就说这 看见苍景空 前头在中国捞着钱了 波多野节一 马上跟上 也开始什么中文的博客 跟中国网友互动 很快就中国的走学的 也开始邀请 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 他们在中国拿的钱 是真正就走学 上台明星的价 比他在日本 做AV女优 要多得多 咱们这题外话了 咱先看看 就说 AV女优 也可以爱国 对吗 可以爱中国 所以咱们先看看 苍老师 她为了中日关系 是怎样 哽咽的 是唐晋库 嗯 哇 哇 有差事呢 あの いいところを探して欲しいな すごく 思いますね でも それで人と 関わる 一人 対目の前に いる人と なんか 思うことと 一緒で なんか あの いいとこ 探して欲しいな と思います が その 友達同士が 興味を持って 仲良くできれば 変わるんじゃないかな って思ってます 昨日 えっとですね あの 私は 中国の いいところを 日本に伝えたいな と思うことと 日本のいいところを 中国に伝えたいな って すごく思ってます その中ですごく 有効な関係が 築けたらいいな っていうのを 思ってます 皆さんにも 伝えたいな って本当に 思うので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お会いにー よい よいよ よいよ 野田 变成他 そういうのが これにも 何事 よいよ 再看看 そして 苍景空 小田 你看 他写字 写字 写的比 你 我看 都不差 真的 你看 你看 是吧 毛鼻子 練的 对吧 然后 你再看 下边 最近的 新闻图片 这是 你看 中国方面 取消了 中日邦交 40周年的 活動 好像是 然后 日本 前段时间 庆祝的时候 在日本 这个也是 冷冷清清 然后 你再看 下边 这个 宋新找的 新闻标题 就前段时间 很多人反映 因为这个 钓鱼岛事件 弄的 社会各界 心情不好 包括 母猪产后 抑郁 将女赤眼 咬成重伤 心情不好 然后 四男子 找路人 报答 只因心情压抑 男子 两晚强奸 两名单身女性 称因心情不好 还有 砸车的 后来警察 就问他们 说你为什么 砸车呀 也是说 这钓鱼岛的事情 弄了老子 心情不好 没有看见 参景空什么身材呀 你再说了半天 今天有你的身材 他就没脸 出来现了 对 不过 参景空长得 也实在不怎么样 他是 我觉得是属于 比较肉蛋型 就是 就是比较 其实个儿 个儿 我没看过 说点正经的 闻到 说点正经的 正经的就是 我觉得有意思的 就是 这回 我觉得中国人 挺理性 比如说很多人说 爱国愤青 又咋成 怎么的 很不理性 其实不是 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的 他们很能够分得清楚 说日本我们要反的 钓鱼岛 我们是要的 在 昌景空 无所谓 所以才会有 昌景空是世界的 钓鱼岛是中国 这句话 其实很理性 它显示出什么 就是说 普世价值观 对 还不能这么讲 而是说 日本文化 我觉得这里面 你看到一点 就日本文化的软实力 是有作用的 比如说过去几十年来 多拉A梦 一直到AV 这些产业 它对整个东亚文化 真的有很大的影响 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 你比如说像今天 很多年轻人 他出来要砸日车 要砸索尼 但是他怎么看自己 从小看到大的 日本动画片呢 那个东西 他对他感情怎么样呢 这时候就遇到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反日 你说我抵制日货 但是日本文化 那种软的影响 就算你今天开始 我已经拒绝 在看昌老师的作品 但是我光盘里头 存着的 硬碟存着的 我还是保留 是这样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这时候就看到中国 如果将来怎么样 在地区站稳正脚 就还是需要走这一条道路 我觉得刚才文道兄 就有讲到 这个日本的软实力 尤其从他这个AV产业 真的是能够折射出来 中国这一批 中国男子 对日本文化的 这种复杂的心理 一方面那肯定是 仇日反日的 对吧 这个有不共戴天之仇 但另外一方面 尤其对他那些AV女优 我觉得那是真的有感情 不是一般的喜欢 是真正的 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情 你从哪个男子身上发现了 我有认识 真是 就他是一种崇拜 那是偶像 是一种敬重 后来我在想 为什么呢 我自己在分析 我觉得首先一方面 很漂亮 对吧 赏心热目 像刚才那个 苍健老师没有看到 确实是漂亮的 对吧 那第二个的话 我在想 也是因为这个 不管怎么说 人家是自己工作 然后呢 有给他们一些 很美好的想象 或者说经历 对吧 这个也是他们的功劳了 那另外的话呢 我在想 还有确实是因为 首先他们漂亮 喜欢他 所以说能够发现 他们身上一些赏光点 像刚才我讲过 纠正一下 那个应该是叫 武圣男 不是叫武蓝圣 武圣男 对对对 然后这样子 他就是最后就 真的是患了这方面的病 但是呢 带病 坚持工作 带性病 坚持工作 不是性病 但是是反正是癌症 最后反正挺严重的 做出癌症 这我还是离开心 过劳 对他一年拍了两三百部 这真的是太辛苦 你不要光说 你日本的男工 也很厉害的 你知道你 AV这个 我见过这个采访的 你知道这个 这个男性 拍这个片子的 到什么程度 就说 他 他那个上面啊 最后就 有无数个细小的列文呢 哪个上面 就去 信器官 信器官 对就无数 千万不要 细小的 你说他做到那种程度 对他还有一种角色 日本因为AV产业 跟日本所有其他行业一样 分工非常精细 也非常专业化 所以他连角色 也分得很清楚 比如说有一种人 叫知男 你没听过 我知的知 知男是什么呢 知男就日本AV里面啊 除了你说的那种真的干到满身细纹的那种 比如说那种主角型的人物 他还有一些角色是长得丑丑的 胖胖的 看起来完全不起眼 也不像是一个身材魁梧 能够做这行的 但是他负责干嘛呢 他专门负责 在这些片里面常常要大量的这种演员出现来打飞机 或者智卫 然后他们只负责最后的射精的那个项目 所以他们这种人叫知男 副主任这话还能听 这个咱们能播吗 副主任管审查的 去广告 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跟副主任检查一下 顶九玉古坊 佩桃花春泉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华 年份软浆 无仅供酒 贝蒂斯橄榄油 来自橄榄油王国西班牙 贝蒂斯橄榄油 西班牙皇室用油 第24解奥国际烟花比赛会 9月8 15 22 29 和10月1日 十个国家级地区 闪耀澳门夜空 带给你无尽欢心 感受澳门动容时刻 这个还真是没办法 我发现怎么一讲起日本呢 不光是我们要讲苍井空 而且你看 好像聊聊聊聊 都能聊到跟性有关的这个层面上面去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因为 日本这个国家的性的 他们对性的理解跟概念比较特殊 或者比较关注 而且是所有民族主义都会出现蓬勃的时候 当他发展的很激烈的时候 性这个东西一定是民族主义的一个触媒 没错 每次所有的种族清洗 两个民族之间互相的仇恨 性一定都是个话题 当他们直接战争的 就像当年日本来中国的时候 打我们中国的时候 就为爱富 那么反过来 今天我们的奋亲抗议的时候 就说要监光日本白富美 对不对 你这段编者案说的太好了 我就可以下边说说这段子了 你知道吗 你想中国人骂日本人反日也是嘴上痛快 嘴上痛快也是往这走 说日本军人很色 所以叫黄军 就是那个黄色的黄 色很色就叫黄军 色就是最爱干那事 所以又叫日军 后来战败不干那个事了 就改叫自卫队了 自卫队就是自己日自己 所以就叫日本人了 还说什么日本人随时都想干那事 所以女人后边背块毯子 他们干那事不分地点 不分什么时间 所以为了纪念他们繁殖的地点 在孩子的名字前边 分别加上山口井边松下等地名 然后你看底下 就是奋亲 是中国人 就转发给十个最铁的哥们 不发是汉奸 还要倒霉三年 这哥们说发吧 哥们没办法 狗日的皱得太狠了 到处转发 你看这就是你刚才讲的 他很有意思 他还是性的口头痛快 所以这种事情 他吓坏了 所以这种事情 很少是女人参与 他很少女人参与 所以大部分女性 在这样的一个情绪底下 相对而言是沉默的 你听不到她们声音 身为一个女性 不管是哪一国女性 比如说你听到这么 往你们性别身上 招呼过来的这些词言 是什么感觉 所以我真想问问你 你作为一个女性 你听到这种斗争的方式 你看 他往往他是反日 是仇日 但是他往往用这种性 或者甚至是某种意义上 讲有点贬损女性的 这种调调来说 那真正的女性 怎么感觉呢 我这是第一次听到 我先要说 别假装咕噜咕噜 不不 真的 这这么集中的 这么有文采的 今天比较有密度 但是我会觉得 第一幼稚 第二可悲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种 首先这个表达方式 他的愤怒也好 他的不满也好 这个方式是不可取的 对吧 这个很无聊的 第二的话呢 我觉得是可悲 因为很明显 这就让我想到 那个不是 说那个给小孩起名字 你给他起什么 实际上是缺什么 叫富贵的 那一定是穷人家的孩子 他往往说这个 是因为他没有得到满足 他就要这样子 去图个痛快 这我的理解 嘴上也得突破痛快 不过的话 也有另外的方面 就刚才有讲到说 那个什么 那些那个慰安妇啊 什么的 像以前那个日本 他尤其是在这个 二战的时候 清华的时候 哎呦 他们那个日本的女性 他们是那个 为国尽忠啊 当时我记得 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他们带着 八十个慰安妇 人家都是自己 自愿去参军 随军到前线的 对吧 然后在缅甸 跟中国的这个远征军 远东军 他们那个就是 当时对抗了 然后也看着 他们要输了日本 他们就让那八十个 慰安妇撤离 他们就说 不能让我们撤离 你们让我们撤离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侮辱 我们和你们一样 是来报效国家的 最后八十个慰安妇 全死了 你不能否认 他日本当年啊 有一部分慰安妇啊 就是满心情愿的 你知道最后 我那天不还讲吗 最后还发展到 就是说美军来的时候 美军来 因为当时美军 大兵压境的时候 日本人就是 全国玉碎的心了 以致都到了妓院了 当时组织全国的妓院界 搞一个就什么运动 就是谋杀美军 就是说 要是美国鬼子来了 所有的日本的这个 娼妓啊 妇女啊 都在身体里 暗藏刀具 就这样 然后呢 以至于造成了 这个误会 开头这么宣传的嘛 等到麦克阿瑟 真的来的时候 不是和平进来的吗 和平进来 当地警察呀 就组织这些妓院的老板 就训话 说要是美军来了 你们应该怎么办 怎么怎么怎么办 以至于那居然老板 听了之后很兴奋 说啊 是要执行那个计划了吗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 所以这帮人 其实那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他们那个军国主义 到了极端 是洗脑洗风掉了 真是 就你让八十个未来户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像 是个爱国故事 就像个像纳粹市 那种呆瓜故事 那不叫爱国 那是洗脑洗傻了 但是我会觉得 日本人啊 他们有一个这个 特异功能 我会觉得 这跟什么纳粹什么的 都不一样 他们能把我这个概念 跟我做的事情 给分离开了 就好像那个时候 在南京大屠杀 那两个这个 比赛杀人的那个 叫什么 以田燕和一个 叫什么名字的 最后就审判他们俩 他们俩 第一死不认罪 第二就说 如果说杀了我 如果说能够有利于 这个日华的友善 我觉得很荣耀 你们杀了我 最后他们写那个遗书 写的是什么 这个东阳和平万岁 天皇陛下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日本万岁 他们是这样 感觉国际主义战士了 是啊 他不觉得自己错了 但是他就是这样做了 我是做了这个事 但是我没错 我还是为了和平 你说的太好了 他还是一个 训的那个调调 就是感觉 其实也不至于像 我不觉得日本人会这样 日本人其实会把 自己犯的一个错误 跟自己结得很紧 乃至于愿意 为了他切腹 对不对 常常自杀 但反过来 我觉得还是洗脑的问题 当年很多日本来中国打仗的军人 起码最早那一批 像关东军那种 他们的心里面想的 真的以为自己打的是圣战 这很重要 一直到 尤其你去看东南亚很奇怪 你发现整个亚洲国家 对日本人的感觉不一样 比如说印尼 马来西亚都是被日本侵略 但好奇怪 印尼人马来西亚人 并不讨厌日本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觉得日本人真的是解放他们的人 原来那是殖民地 把他们从荷兰 从英国手中解放出来 但来中国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里面有个很复杂的国际局势 而且当时日本那个洗脑 洗到一个程度 就是日本的那些参军的人 绝大部分其实是穷人家的孩子 他本来就在日本的那个经济制度下 是最被压迫的 最底层的 最该仇恨资产阶级 最该仇恨政府的人 但忽然一夜之间 他们都觉得我要报效国家 要为国牺牲 其实就是为了那些赚他们钱的人去牺牲 那是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觉得 他这一辈子终于苦了一辈子 穷了一辈子到今天有个理想了 在这一刹那 我透过爱国的行动 不论用什么方法爱国 我跟人家是平等的 你说今天的日本人 还跟那个抗日战争时候 绝对不一样 被洗脑的那些日本人 他们绝对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些文化的那种 怎么样讲 那种遗产 会有留下来的 因为我现在经常听 他们日本方向的朋友回来讲 说现在大部分的日本年轻人 虚无主义 完全是那种迷茫的 其实你说什么中国 他也觉得很遥远 当然他有这个势力 比如说极右翼的这个势力 他还是很强烈 很极端 他们会受到很多日本漫画的影响 比如说日本漫画里面 有好几个有名的漫画家 洪坚现实 穿口开智 他们画的漫画都是相当幼的 那会影响很多日本年轻人 就是往那种右翼思想发展 比如说觉得我们日本人被人 值得注意的是什么 中国人跟日本人的年轻一代的人 都觉得自己被人欺负 你知道吗 就日本的右翼 跟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共同特点 就在于双方都觉得自己是被欺负的人 你只要看日本漫画 那些最流行的漫画你就知道 他们常常强调 我们日本人到哪都抬不起头 我们到今天 我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老要靠美国保护 在亚洲呢 就要面对北韩的威吓 又要面对那么庞大的中国 我们日本人完蛋了 他总觉得他是被害者 所以咱们要强烈呼吁一下 他们在本国也砸一砸日本 这样向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红花国色 花好月圆 江湘电范 红花郎 恭祝全球华人 中秋快乐 副主任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我说你重凑就业了 你以为当年靠讲黄段的起家的 今天感觉又跟着黄军回来了 我是因为我就觉得 就是反日这件事 我在私下里 这个街道 不是饭桌上的这个议论里 就充满了很多性的语言 这确实是个 而且你知道在中国人 对日本人的屈辱当中 很主要的一个屈辱 是关于他们当年 糟蹋中国妇女的 这个屈辱 我看过那些描述 确实太可怕了 所以就觉得 日本人他们有的时候 真的那个心态太扭曲了 但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也反映一种正常的现象 就是他们当时 那个日本大军到了中国 对吧 他们自己带着良子军 有位安抚的 但他们的将军就下令 一定到那个城市 你们就强奸 那个城市的那个妇女 就要这样做 他为什么呢 他说哪怕你们在这个火线上面 有的时候失利 然后有点灰心丧气什么的 你们在那些地方去 重拾信心 哎呀 我就觉得这样子 太没有人道了 对 但其实一路以来 历史上 人类史上太多了 光过去二十年就很多嘛 南斯拉夫 科索沃战争的时候 都是这么高 苏联红军呢 苏联红军也这么高 当然你也是 希特勒德国 你先侵略了 人家苏联了 对吧 但是最后苏联红军 打到德国 强奸两百万 德国妇女 但是你要说起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